而这位环保聚工孙桂英每天把做环保当成运动健身 除了到住家附近的山区减食路人丢弃的垃圾 他也穿梭在建筑工地里 至于家里的车库也让位给回收物 天才蒙蒙亮 66岁的孙桂英踩着电动脚踏车飞快的奔驰 不过他可不是为了健身 而是有另一项重要人物 因为工地工地有七点滑 六点滑就开门了 开门我就去找 资源放满地觉得很可惜 瘦小的身影穿梭在工地的每个角落 孙桂英笑说这是他的宝山 每一样可回收的资源都不能放过 我们就要继续这个 好 这考验你的耐力 四行 四行也就要求 十行四行我都有求 手脚利落的孙桂英做环保像在赶场 而且风雨无阻 五年前退休后成为专职的慈激环保之工 每天爬山锻炼体力也顺便进山 因为我每天在这儿过 每天看到看到那本属 你看一遍两遍就没感觉 你看看久了就感觉快快 所以我 我爱紧张 我现在看到看一包就张一包 你都不怕垃圾 怕垃圾就不用做了 两个都这种 我收获 我改变我的生活 然后我的心情 我的心情 人生的最好 就是你高兴最好 心情好最好 世界上不是没有金钱 比得上我们的心情好 孙桂英说 做环保改变了他的生活及心情 因此他做得甘之如意 甚至还把家里的车库 提供出来做环保点 希望让资源回收 成为社区的全民运动 大爱新闻 这次美之宫桃园报道